中国体育代表团由777人组成 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敬爱参赛规模最大的一级奥运会 从来没有人能够蝉联两届奥运会的当冠军 苏炳天创造了历史 九秒八灯 王国人击剑 孙影山再次扮演了一层美城的拦路骨 4比0 凌峰 过夜 组织比赛日 手为金牌 小小的身体领厚四倍于曾经击峰的重量 一键光盘定九州 这是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金牌 漂亮 下角度的水花都比太大 舵马长枪定乾坤 洋洋组合在这一瞬间可以洋洋决意了 追到最后 我都不喜欢的我 把上一届我们丢掉的南版双人比赛夺回来了 我还没听过 走了 一人所有 伤心 中央队拿到了换剑同时刹新了 世界记录 相信一秒 燃烧心底最宣传我 中央队 防水剑在反超了 防水关键 中央队 你永远不要去低估一颗冠军的心 面对比自己年轻十五岁左右的对手 鸡鸭群雄 这一定有梦想 他应该实现了呢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 实现了奥运会的九年冠 陈宇飞坚持到了最后 中国射击队以金牌开始 又以金牌结束 凤凰涅盘终有十一飞冲天震双势 不是一分寒硕骨 无懈可忌的完成质量 怎夺没法碰一下 望尘莫及的难顺 现场的积累裁判 全都给一个十分满分 作为一支王者之师 冠军之师 中国平方球队再一次完成了他们 生活其做国歌的光荣使命 开场第一支 就是冠军一支 中国队一起决成 金牌 是对所有努力与汗水最好的回馈 热爱必将成为独立